中华文明 人类瑰宝 如何复兴 教学为宪 这里是全球第一家 圣贤经典远程教育网站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涵盖如释到全部核心内容 十五大类纲目 一百余堂大课 古今万卷藏书 光大中华文化 天下学子向往 读书志在圣贤 恭请享誉海内外的老师 声作授课 深入浅处 破迷开悟 尊师重道 念念不忘导师慈悲教导 念念不忘导师慈悲教导 志在圣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球同学,全球支持,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龙天欢喜,阿弥陀佛。 您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远程教学节目,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建国军民,教学为先 这里是《向师父求教》特别节目《宁死不化缘》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特别节目,也是迫不得已 它的名字叫做《宁死不化缘》 谁教的?师父老人家教的 《化缘》是什么意思呢? 身手向人要钱 听上去很好听 我们要建一个大的学校 建这个养老育幼的 我们要弘法立生 不管以什么名目 好像不是为自己 但是身手向人要钱 这个叫化缘 到现在算起来 我做义工已经有八年多的时间了 学佛也有八九年了 我记得刚开始学的时候 我就听到师父讲过这话 真正学佛人 佛弟子 要给世人做最好的榜样 头一样就什么呢? 不化缘 不攀缘 而且师父 态度很坚决 宁死不化缘 师父老人家 今年八八高岭了 那么 这些年来 海内海外 有很多人 打着老法师旗号 冒名顶替 说是师父 让要的钱 老法师需要钱 要建一个什么什么学校 来建个什么什么中心 招摇撞 招摇撞片 那个事情做得太过分了 所以师父老人家 好几次也是被迫无奈 在这个教学当中 提到 这些都是假的 你们可以向警察局去报案 或者你直接给师父老人家打电话 有没有这回事? 根本没有 所以现在 无论是我们看社会 世界各国 我们还是看 佛门 传统文化里面 真的是混乱的 前不久我们看到那个新闻 假冒的国学馆 收来的孩子 虐待 打得很惨 脑袋都打坏了 拿锤子 砸手砸脚 那一定是有企图有目的的 跟周围人说 这孩子是孤儿 你们可怜可怜吧 给点钱吧 花园 就跟那个街上 那个乞丐团伙一样 把那个孩子摧残的没人样 引起别人的 侧隐之心呢 好给他钱呢 叫花园 这已经不叫花园 这叫犯罪了 你说乱到什么程度 这一两天 有同修来给我拿手机看看 我的手机没有这功能 一块钱手机哪有这个 他们给我看微信 微信这个东西 我是最近呢 才知道 我根本 不了解 这是什么 什么叫微信 还有微博 还有QQ群 是吧 反正这些明目很多 我不会上网 拿过来手机给我 说点击我的名字 在那个微信里搜 搜出来 将近五十条 以我的名字 命名的微信 现在这个名字之前来 大家拿他假冒 我不知道用意何在 很多同学都跟我讲 很多同学都跟我讲 那里边 五百九十八卖一套光盘 前面说的都很好听 为网圣济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为天地利心 为生民利明 这话说的都很好听 那里边名言警句 是吧 很多 说到最后 以我的名义 卖光盘 五百九十八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 实在是被逼无奈 那么今天 我想 向观众 和同修们表态 我做一工八年多了 从来没有伸手 向任何人要过钱 我到今天活得挺好 生活简单 师父告诉给我们 无论学传统话 还是学佛的 有一个终身的信条 与人无争 与世无求 我感到奉行这个原则 非常的快乐和自在 在我生活的周围 到处都是书啊 那是我最喜欢的 我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读书 来为同学们准备课程 换句话说 要钱没用啊 这八年多来 我听师父老人家的教导 哎 做的不好 学的也不好 很惭愧 但是有一点 我可以向天下人 袒露我的心声啊 从学佛到现在 我的那个车呀 都过去有司机给开 我不会开车 那个车卷掉了 房子卷掉了 捐了很多钱 连我这个身体 也奉献给这个事业 我常常跟周围的同学家 我说你们看 每一天你们在我身边 你们作证 还有哪些事情 我是在替自己做 很少啦 要钱没用啊 所以我看到那个微信上 那几十条 以我名义 所发的 我也很感慨 我就跟大家说 这是假的 我想起来 我刚学佛的时候 我给自己写了一幅对联 那是我的感受 世上本无尘大会 留名何用啊 什么意思啊 师父老人家多次讲啊 菩萨出台经理讲 佛问弥勒菩萨 一谈之情 就这么短的时间 几念 几项实业 就是有多少个念头啊 有多少的物体 物质出现呢 弥勒菩萨打倒 一谈之情 三十二亿百千年 念念成行 心结有始 这什么意思啊 我们这个身体 啊 你说这么短的时间 那 他已经有 三十二亿百千 个陈大会 这么多个陈大会 他是刹那生命啊 你不能够得到啊 你说哪个是真的 那是假的 师父 给我算了一个账 三十二亿百千 算起来之后 是一千六百兆 你想想 不是一也是兆 这一摊纸 有那么多次生命 这都是幻象啊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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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出来 哪一个是真正的你 所以我刚学佛术 我看到这些 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 师父讲八地以上的菩萨 能看得到 他们是看到了 不是推散出来的 不是理论依据 不是这个 是限量经济 我就明白了 这个身体是个幻象 是个假物 所以 世上本无尘大会 说这话不是随便说的 米勒菩萨讲的 留名何用 你要那个名字干什么 出名了 出大名了 有什么意义 不是假的吗 那么夏莲是什么呢 原来此身已借佛 我互利十方 什么意思呢 这个身体 不再是我的 这条命 也不属于我了 属于这个事业 属于天下 苍生 一切众生 把它借给佛菩萨 佛菩萨需要用啊 用它来表法 用它来弘法立生 所以 上连有明 下连有利 明没用啊 有了利益 供养 一切众生 这不好吗 互利释放啊 所以这就是我刚开始学佛时候啊 我给自己写的一个对联 到现在 八年前了 世上本物陈大慧 留名何用啊 你都是假的 你要那个明 明望有什么意义 原来此身已借佛 互利释放 有好处 给释放众生 是这个意思 那么 这个想法 一直到今天 没有改变 我想我这一辈子 也就这样了 不打算再做别的了 以这幅对联呢 为写照 我要走这条路 希望大众 能够明察 当然 写的和说的是不错呀 我也许做的不好 不好 甚至很差 也希望大家 多指教 多批评 让我们一同啊 能够共同进步 能够啊 做更好的榜样 所以 很多人 盗用我的名字 去发那些微信 不管是用什么用意 那如果要是卖光盘 一套六百块钱 你那个罪造的很重啊 你不知道 连我都是假的 那个钱能是真的吗 你自己也是假的 你知做什么 为什么要造这个业 君子 乐得做君子 小人冤枉做小人 他为什么冤枉 他迷在里边 他迷在幻象里 那有人讲了 那既然 你知道这是假的 为什么还要跟大众说呢 哎 我是看到这将近五十条的微信 不得不说 哎 现在 卖五百九十八 将来敢卖 哎 五千 五万 那造罪也更重 与我们无关的 那不是我做的事情啊 所以我们今天 特别跟大家声明 哎 你们看到了 哎 可以给他举报 或者是给他关闭掉 谁有这个能力 哎 为什么呢 你爱好他 不要让他造这个地狱罪 啊 让他少卖点这个光盘 为什么不大量流通呢 免费赠送 或者是成本流通也行 你说这一套光盘 一共啊 哎 这个 不到十块钱 好 那你十块钱流通 那一点点呢 是 哎 那一点点的这个利润是什么 是你的成本 房屋水电人员 是吧 所谓人吃瓦嚼啊 都得需要费用 这能理解 这可以 你的发信是为了 持续的 来流通 啊 持续的哄法力声 这个 大众都欢喜赞叹的 我听说有的流通点 已经有十年的历史 你是在救多少人 啊 赠送 那确实不行 一次赠送完了 就再也没钱了 啊 除此之外 你要是牟利 你破坏佛教形象了 我倒无所谓 大家知道 我已经生命了 啊 这不是我做的 跟我无关 我们也不知道 他能在做什么 我们的信条呢 就是师父老人家教的 您死不还原 那有人讲啊 我是为了救他 我是为了救更多的人 能不能 我去要点钱 也不行 为什么呢 佛门有一个重要的 移据和原则 是什么呢 不能叛缘 要随缘 所以你看 在阿弥陀佛像的两侧 师父啊 有亲笔的体字 这二十个字 师父说 佛陀一生的教育 不离这二十个字 说的多么肯定 我们能不相信吗 这便是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换句话说 慈悲之前 你要有这四种心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正觉是不迷惑 觉悟 真诚是心里什么都没有 师父常常用寺庙里的大钟 给我们打比方 哄法力声 就像这口大钟一样 古大德常讲 大寇 则大鸣 你使劲的壮 你用的力气越大 他声音越小 换句话说 他那个声音 大小的程度 跟你用力的程度 是纹丝不差 你少用一分力 他声音就少一分 小一分 大寇则大鸣 小寇则小鸣 我再加一句 用不同的东西扣 他那个响声 也不同 你看 你拿个塑料东西敲 跟拿个铁锤敲 跟拿个木头敲 拿个砖头 拿个石头 他那个响声也不一样 说明什么 佛法讲 随众生心 硬所之量 你是这个材料 他就用这个声音 回应你 你是那个材料 他用这个声音 回应你 总之 他跟你的根性 跟你的那个气质 相吻合 我 我们在这其中去体会 佛菩萨弘法力生 在人间 总是随着大众的特点 不同的音源 不同的音源 不同的材质 而应对 这古塔德的比喻 真妙啊 大寇大名 小寇小名 不寇不明 没有任何东西来碰这个大众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没那个缘 不寇则不明啊 那他明了呢 明了那就成了 妖怪了 大家想想是不是 你说这个大众 没有任何人碰他啊 突然他自己 呱呱呱呱呱呱 自己想起来了 那不吓人吗 那奇怪啊 我们今天很多的人 就像那个不寇自明的 那个奇奇怪怪的 个大众一样 他自己在那想东想西 没有任何缘分 他到处去求 到处去跟人讲 错了 这个就叫什么呢 随缘 你看这副对联的 哎 下脸 看破 看破就刚才我们讲的 你要把它看透了 这个缘分的 放下 把自己哎 像一锅开水一样的那颗心呢 让他清静 看破放下 自在 这是你得到的 果报 实现的样子 随缘 给大家看 哎 最后是念佛 真究竟啊 换句话说 什么都没有了 最后两个字 念佛 亚洲 要 要钱干什么 薛夫人死都不怕 还 害怕没钱吗 大家可以看到 八年多来 我做一工 常常在各地做报告 我跟大众讲 希望大家 哎 帮我做一个证明 看我能不能活到八十岁 九十岁 我愿意做这个实验 拿我自己做 别人 哎 我们不勉强 一辈子做一工 最后活到八九十岁 活得还挺好 然后把他写到历史书上 哪朝哪代 哎 有这么一个人 他听他老师的教导 虽然学的不怎么好 但是这一点 他愿意渴受 宁死不怀疑 哎 那你说真的 遇到什么危险了 哎 会不会饿死 不会 师父讲 要把这一生 交给阿弥陀佛 交给佛菩萨 由他们来照顾 哎 真的寿命终了 那时 十节姻缘到了 该走了 离开 这个苦海 哎 这个世界太苦了 所以很多朋友 多年不见 见到我 老师 头发白了很多 少了很多 哎 我说没办法 太苦了 哎 真正叫武卓鄂世加苦海呀 不光是卓鄂还苦啊 真苦啊 谁愿意在这儿 长寿 往生极乐世界该多好 大家看看无量寿金 再看看海贤老和尚 一百一十二岁 为什么要活那么长时间 你 还不是为了陪大家 多住一天 多上一天 让大家多看看 活到一百一十二岁 告诉给大家 寿命能够自己做主 想活多久都活多久 你不要说一百一十二岁 八十二岁你能不能做得了主 九十二岁你自己能不能活得到 活不到 人家一百一十二岁 给你看看 太长了就奇怪了 一百一十二岁已经是 哎呀 那都是太少见了 念佛人给你活到那个时候 看看 都是来表演的 所以我总希望大家 成全我这一番苦心和愿望 你们大家有钱不要给我 这些年来 我跟大家一再讲 我说这个钱 我不需要啊 哎 你们把它放生 印光盘都很好 哎 那实在推脱不掉 你们把钱 寄过来 啊 转转交过来 我们都要告诉人家 哎 你如果实在要放在这里 印光盘 以你父母 以你家人 怨亲债主的名义 都做光盘行不行 不行 你还是拿回去 所以我想大家真的不要担心 啊 我这点积蓄还够 因为生活很简单 我周围还有很多义工 这些年轻人 通通都是没有任何报酬的 他们的生活不是也很好吗 所以大家真的不用担心 所以这么多年来 哎 我们这个生活啊 哎 过得还算是平静 哎 现在你说看到这 哎 这么多的冒名顶替 以我的名字在 在在在做这些事情 哎 我们还是平静 个人因果 个人承担 所以我们今天呢 特别啊 利用这个时间 跟大家 再做一次交流 我的心里话 于人无证 于事无求 以后我也没有打算 发这个微博微信的 没有这个打算 我也不会 我也没时间 我要读书 我要教学 不需要钱 如果有人愿意做好事 可以 啊 我们要成全大家 弘法立生 修福 修慧的 哎 这个美意 善心的我们成全 但是我们自己 哎 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啊 大家可以看到 哎 我们这个环境 哎 除了书 就是书 我连茶茶水都不喝 我跟大家讲 这摆这个杯子 好像我喝茶 不是 你打开看 这是什么 一杯清水 凡是送我茶叶的 我都转手送人 从来不喝茶 生活很简单的 我们今天能有这样一个缘分 追随师父老人家 像千千万万 全世界的同修一样 坐在电视机前 听他老人家教导 心中的喜悦啊 心中的喜悦啊 无量无边 空老父子讲 学耳时习之不亦乐乎啊 那种喜悦啊 啊 非常的 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啊 大家能够 走到传统文化 这个大门中 了解如是道 真正的快乐 就在这里啊 不在外边的 所以将来 如果有机缘 我们大家能够见面 你们会发现 你看我这么 每天工作量非常大 哎 哎 哎 精神气色还都好 所以人不要担心的 哎 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没事啊 哎 就 将来过了多少年 大家就指着指着这个人家 你说这么个人啊 活这么大年岁 没饿死 精神 气色还好 这个实验你说多了不起 从哪里来呢 学二师席之 不亦乐乎 那个喜乐 师父说 法血能养人呢 禅乐为食啊 禅 就是定 哎 这个能养你啊 所以 前几天我看到 有一位 有一位官员 危害的 那个官员 啊 他见到我 他说 老师你这个精神气色还都好啊 嗯 我说佛菩萨照顾 师父老人家保佑 还好 他说 我刚买了你几套光盘 我说啊 是怎么回事 五百九十八吗 后来他听了我给他介绍 哎呀 他说我以为陈老师是不是缺钱了 哎 还是说 以以这种方式 哎 我说不是 他说你赶紧要跟大家讲啊 要不然有些人都退心了 哎 说陈老师都在打着这个旗号 在赚钱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 我们给大家 哎 讲出来了 你看到我本人讲 你就知道了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我这个心是真的 身体是假的 哎 那些冒名顶替的 当然都是假的 不但是假 而且是恶的 为什么呢 以政法的名义 以他人的名义 来谋财 谋利 花言巧语啊 你看那个他那个微信上写的 哎呦 你不能不信呢 还有我的录音 哎 我们新做的一个图片 哎 义工们做的 他马上给你加上资 好像是跟真的一样 其实还不是为了最后 哎 卖光盘那件事情 哎 哎 牟利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 哎 能够了解 我这番心意 其他弘法立生的人是怎么考虑 我不了解 文则自负 啊 因果自负 啊 所以啊 我们啊 还是非常感恩 那么多的人 在关心这个事业 啊 提醒我们啊 啊 我们特别希望 大家能够 都做好榜样 啊 不做那个赚钱牟利的坏榜样 冒名顶替 那都是坏榜样 不管你以什么心 啊 哪个不好 啊 我们再一次 把师父老人家的教导 供养给大家 就是我们要放心 要放下 要看破 把我们的一生 交给阿弥陀佛 交给佛菩萨 由他们呢 来护持 我们尽心竭力 做自己的本分 做得好坏 没有缘分做都没关系 万事随缘 这就很好 一攀圆了 心就乱了 啊 众生没那个福报 没有那个因缘 你抢给他 他会 帮佛 帮法 帮僧 他会把法宝扔到垃圾池 他会破坏 他造更重的罪 所以师父讲 看到这个地方没缘 佛菩萨不来 为什么 来了之后 他造更重的罪 所以来不来 红法不红法 都是慈悲 我们要把这一点看透 不能勉强 哎 缘分到了 顺水推舟 哎 自然而然 水到去成 哎 所以我们大家 要忏悔 尤其是 那个 五百九十八卖光盘的 要忏悔 你把那些钱要捐赠出来 哎 成本流通都可以 总之你的目的是为了救人 而不是为了牟利 否则的话 那是凶财啊 会给你带来灾难 我们讲这话是好话 我们虽然不知道 这将近五十个人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我们 劝诫大家 万事虽远 与人无争 与世无求 这是最好的佛菩萨的生活 哎 海贤老和尚 是最好的榜样 师父老人家 告诉我们 每一天 啊 看三遍 一年争取一千遍 往生极乐世界 你一定能够有保证 啊 我们再次感恩 师父老人家的教导 啊 谢谢大家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课程已经结束 恭请各位肃立 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挚爱 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 感念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 感念所有授课老师 滋滋不倦的教化 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 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 天地君轻师 恩德永不忘 我们寓意所有的讲课 听课和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天地君轻师 和一切众生 祈愿奉持经界 喜心易行 国意秋聚 弥补萌化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力不起 国风民安 兵戈无用 从得心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共同修学 公祝您六十吉祥 道夜早晨 阿弥陀佛